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长确认过眼神 发现他这真是发自肺腑的笑容没错啦 不光刚入行时 一切向前看 就连之后的采访中 男神也是一如既往地提到钱 就抑制不住地开心啊 给多点钱我也愿意受罪 这种毒鸡汤语句 苏贞感觉我还能再干上三大碗 除了工作中赚钱可以让影帝的笑容格外灿烂之外 就连提到离婚这么敏感的话题时 也能第一时间想到可以分一点钱也是没谁啦 看着自己有个这么爱钱的老公 难怪太太刘嘉玲在节目中表示 老公给他钱是对他爱的表达 但是我老公给我 我肯定非常欢天喜地的啊 因为他是一种对我的关心跟爱的一种表达 所长听着嘉玲姐的这段话 感觉这么爱钱的影帝能给太太钱 本管多少都是真爱鉴定无疑啦 掐指一算 咱男神入行也有三十多年啦 所长不禁多句嘴想问问影帝 你赚这么多钱 是想要攒钱经常打飞滴去喂鸽子吗 掌握一门语言有多重要 考级的时候才知道 但掌握好普通话有多重要 请参见陈伟婷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身为喳喳会和古天乐之后的又一个港普代言人 陈伟婷的普通话进阶之路 怕是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还难 在刚刚爆出的南方有乔木片场花絮中 十月的北京儿话音简直尬出了新境界 入味 咱爸 腾个地儿 这一系列被等等说出来堪称大型车祸现场 爸爸真的不能砸 第二也不能随便讨好嘛 未听宝宝的普通话一出口真真是杀伤力无限 然而让现场工作人员都崩溃的 还要数商战这个看似完全没难度的词 社会的问题还要爽账 就是爽账 相账 相账 我再说一遍 爽账 相账 算账 通通念了一个遍 未听宝宝一开口让整个片场都沉默 自家粉丝都落泪 普通话真的是陈伟婷人生的一个坎了 心疼现场的小姐姐们和陈伟婷沟通 全靠灵魂的默契可还行 前有庆祝欧阳京当行长一周年 今有祝福李达康离婚一周年纪念日快乐 论真爱粉 人民的名义剧迷妥妥是赢了 就在今天 达康书记离婚一周年空降热搜 剧迷们心细如发到半夜零点发祝福 简直比庆生还准时 不得不说现在的剧迷也是十分严谨了 而狂欢还不止如此 看新剧也不忘经典才是硬道理 南方有乔木中秦海禄在车上这欲解发十足的一幕 密之撞脸达康书记 已让真爱粉脑洞大开 直接应阻康月CP 一脸娇羞的达康书记让所长都没眼看 连陈伟婷的霸总气场都输给了吴刚大哥的熟男魅力 一个不小心就成就了达康书记喊十月 玩够了回来建设GDP的节奏 戏里的角色让网友念念不忘 戏外的老艺术家们也是人气不输小鲜肉 演出话剧时收到的粉丝线花 造型可以说是非常走心了 看这一女人架势 达康书记的GDP铁定不用愁 真爱剧迷 众人失柴帮你凑 生了娃当了妈 大小S再出山却依然是充满少女感的姐妹花 露出最新时尚大片 一个优雅之性 一个狂野性感 颜值跟着年纪一起再长长长 只是大S这脸上仿佛面膜没洗干净的一圈白线 难道是重塑脸型 拉低发际线的最新手法吗 虽然姐妹是亲姐妹 但两个人的风格从造型到采访都是大相径庭 大S温婉 小S依旧火辣 弹起在流行花园中的客串 小S直言 自己内心早就飙过脏话 他到底是一人 赵明氏的妈妈 还是赵明氏的姐姐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心里有蛮多脏话 蛮不飙出来了 说到自己私下的状态 更是偶像包袱碎成渣 人不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只猪 相比之下当了妈妈的大S越来越温柔了 弹起迈入40岁的感受 也是浑身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差别更大就进入到四字头 内心就是更加的感谢这个世界 他们对我的包容 人也变得比较温柔 不过41岁的大S模仿起来 依旧手法娴熟 演技爆表 这不 模仿起小S醉酒的样子 简直就是妹妹本人 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 我现在三个女儿 我也很好啊 模仿起徐妈妈 也是一秒老娘上身 最后当然少不了老公汪小飞 真女儿控网友们一起来感受下 想不想爸爸 想不想 你说说看爱不爱爸爸 你说嘛 说啊 滚 这个滚 这个滚也是质地有生的点睛之笔了 虽然从出道到现在 已经足足有25年 但确认过灵魂 他们还是当年的美少女组合 ASOS没错了 好不容易剪出A41的小姐姐们 又要开始新一波努力了 赵丽颖同款饼干腰了解一下 银宝人寿腰戏早不是啥秘密 不过到底有多细 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两盒饼干就能完全盖住 看起来宽度也只有十几厘米而已 所长低头看了看 和银宝相比 也就是多出两盒饼干的距离吧 但是尼里银宝自带水蛇腰 内心却是一股泥湿流 在片场和好友王子薇合格影 人家跟你一颖比心 银宝却反手就抓住了 人家头上的小啾啾 这动作幅度 看起来是很努力了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猪的塑料姐妹花 虽然在片场自带搞笑光辉 但银宝骨子里还是个拼命三娘的 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就曾自爆 在片场化好了妆 等上一天都是尝试 等四天之久 怕是粉丝听了都会心疼的 不过你银宝却通通笑纳 34度的高温 穿着古装戴着头套 吃个中午饭 还要和导演打电话聊戏 认真刻苦的敬业精神 所长给打100个电话 因为被老婆取关而占领热搜第一名 董子剑大概是娱乐圈的南波万了 自从董子剑发出了孙姨的鼻孔照 孙姨果断反击 直接取关自家娃娃爹 这波反套路操作666 而被老婆取关的董子剑 只能在孙姨的微博下苦苦求关注 不过女人不可小觑的报复心 却啪啪打了小董的脸 孙姨的一句 董子剑是谁 怕是要让老公再住一阵子小黑屋了 然而姨娘娘自己晒出的迪士高照片 表情夸张 明明也是自黑典范 默默爱她被拉黑的董子剑 请收下网友的一波心疼 而成功登顶热搜 还惹来包年买热搜的质疑 让耿直的孙姨 直接回复我的微博 你们爱看不看 上热搜我真的不稀罕 霸气的令网友直呼 社会我一解 而妮丽孙姨 不仅会反套路 反网络暴力 还会不按套路出牌的反捧脸纱 大家感受下 满脸的不祥礼 大概就是眼下孙姨对董子剑的真实写照 小董怕也要哄上个七八次 才能把老婆捧回手心里 不过有请提示 办公室里这么玩 网友可要小心被老板开了 还是学学反捧脸纱 借的大姐大秦海露吧 安宁版捧脸纱 你值得拥有 反捧别人脸 还一溜烟跑到下一个转弯 欲解范十足的反捧脸纱 大家get到了吗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你 我牵着你看时间倒影 我安心做了决定 要为你当做世界难题 全心全意爱你 我每天都留意 在你 在你 谢谢